因為我們看到北約現在援助了 首批的美製的F-16戰機 由丹麥 荷蘭還有挪威 向烏方來做移交 那將近有50輛 但是呢巴西有專家認為說 這不過是移交給烏克蘭人的 另外過時的武器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可能以前開的不是F-16 烏克蘭的這個空軍 可能開的是米格29或是其他的 所以對這個部分來說 他似乎他可以馬上可以接手 所以巴西有專家認為說 就是一個過時的武器 您怎麼看 我認為F-16戰機 還不是一個過時的武器 還算是一個很好 因為它最起碼是第四代 而且現在很多國家 包含美軍 包含日本 包含韓國 也包含英國 包含德國 都在用F-16 包含土耳其 也包含希臘 土西空戰的時候 還要F-16打F-16 就是土耳其跟希臘 那所謂過期是因為 他們烏軍沒有辦法去駕駛呢 對 但是因為烏軍 它有三個短板 你F-16有三個短板 第一個短板就是飛行員的素質跟訓練不夠 因為它的飛行員的一線飛行員 就剛才索文所說的 在這個米格戰機 米格29 米格31 還有蘇凱25 蘇凱27的消耗殆勁 那這些是兩年之內訓練出來的 要去飛這個F-16 因為前面的飛行員都犧牲了 那你拿這個新的飛行員來飛這個 兩年要訓練成一個F-16飛行員不可以 一個成熟的F-16飛行員 沒有個700小時800小時以上的飛行時間 不可以 所以來不及訓練 來不及 你如果是講這個我們講700小時 那你兩年一年要飛350 一年飛350 一年只有12個月 你一年要飛350 一個月要飛30個小時 12個月才360 根本飛不到 所以飛行時間不夠 飛行時間素質有問題 飛行訓練又不夠 你這個飛機就沒辦法發揮它的最新能 那會不會很容易被俄羅斯S-400打下來了 也很容易 就很容易被幹掉 因為飛行員它的材料 很多事情的戰場覺知 整個戰場空戰的管理 座舱的管理跟戰場的管理不一樣 座舱管理是你5G系統 整個飛行 還有戰場的管理 整個外面的狀況是怎麼樣 你兩個都要管理的 你不能只注意到那邊 沒有注意到外面 或注意到外面 沒有注意到那邊 不可以 第二個短板是什麼呢 空中管制 空中管制就是 或者是烏克蘭的這些地對空的 搜索雷達有沒有管制 或者是烏克蘭有沒有空中預警機 我們講到E2K 或者美國現在還有E2D 當然它還有我們叫E3 E3A就是哨兵式的 空中預警機 你有沒有 沒有 那你沒有空中管制的話 你這個F16就靠你那個 相位陣列雷達在那邊 掃那個區塊 它這個就是個比型 就是這個樣子而已 你就看到這個 你就看到這個 宅宅這個區塊而已 其他旁邊你沒有辦法 那你怎麼樣 你這個空中管制就是 戰場的管制空中是有問題的 第三個我想俄羅斯會對它 F16起飛的基地跑道 轟炸它跑道就沒辦法起飛 就像剛麗將軍講的 這炸個洞 炸個洞 炸個洞就沒辦法 那個F16你要F16 平衡的發動機在左邊右邊 禁忌道 禁忌口 F16禁忌口是在下面 它從肌腹下面 一個嘴巴在那邊漆 地面上所有東西 你只要有一個螺絲 有一個石頭 一打一吸進去 報銷 你看那個要求非常嚴格的 你只要跑道飛上 它的進氣狗是在肌腹下面 跑道要這麼乾淨 要非常乾淨 因為它下面吸東西 你都知道F16的它那個 我沒有帶模型 你看F16 它不是像蘇凱 或者像米格 是左右邊在那邊吸 像幻象 我們幻象兩間是兩邊的 金國號戰機 進氣狗是在兩側 左右側 進氣口是左右側 腰弄是左右側 F16是在下面 但烏克蘭現在打到 那麼大 F16進氣口很大的 那麼大的進氣口 所以烏克蘭打到 現在這個樣子 它還有這樣的環境跑道嗎 對 所以就算是有的鋪好吸好 只要是俄羅斯一個飛彈 打到跑道上面 不要動了 你這個不要動 整個要做彈坑填補 填補然後夯石壓到 然後戰備乾板鋪上 然後所有東西都 不能有任何的那些 小碎石頭都不可以 俄羅斯他一定會做這一個 那現在第四個 我們講到還有一個短板 就是俄羅斯有重賞 這個有重賞 我跟妳講 1500萬 大家都盯到喔 有獎金 有獎金 大家都盯到要打第一架 都盯到這一個 1500萬盧布 對 大家都盯到 打一下就發了 就是說你可以在西伯利亞 買個100假的地夠 這位是夠的 大家都盯到打這一架 那就不好了 我們講因為大家盯到的狀況之下 就變成無所遁形 而且妳剛剛講那個 初步提供50架 他沒有飛行員 對啊 所以我在講說是飛行員的問題 那武克蘭政府用一個月 1萬美金要雇飛行員 傭兵啦 沒有人願意來 因為太容易被擊落 所以這沒有用嘛 這50架就是放在那邊 所以才會說是 不算過時啦 就無法用 就沒有人 找國際僱傭兵找不到 由自己人培訓緩不計及 對 因為要飛行時間要訓練 相關的組合太多了 他能夠單機訓練 那個魚架上面要兩個架駛嗎 雙座 雙座是兩個 單座執行任務一個 OK OK 而且你知道他獎金誰給的 你知道嗎 他獎金不是國防部給的 是某一家公司 就三億銀子 就是譬如說我們台灣來講 第一家吉洛米格基 這個義美公司 發給你一百萬獎金 大家認養就對了 大家認養 那義美他就做生意嘛 對不對 我做宣傳 然後飛行員就拿到獎金 對不對 國防部也贏 所以三億 他打坦克也是這樣打 也是這樣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益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請堂 這次是晚上的小鈴鐺 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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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堂